从省外返回河南的落地就变黄马 4月26日据郑州日报报道 省外返域入域人员在查验48个小时内的核酸检测 阴性证明措施基础上 实施省外返域入域落地及赴黄马 三天两次核酸检测等措施 毫无疑问这一消息很快就点燃了网友们的情绪 进河南就黄马跟一刀切有啥区别 运输货运司机谁还敢进河南啊 山东的告诉你们这才是保护 检测了没事变绿马 我们这边也遇到最新外省绿马到处窜 既不是回家也不是旅游 后来阳性了我们一夜担心 为什么河南省会突然推出这一条新规定 这和当地紧张的防控形势有关 这些天当地陆陆续续都有新增病例不可否认 到河南的人一律变黄马 大大提高了出行的门槛 确实能让很多人待在家里不外出 降低疫情蔓延的风险 初衷是好的 但这么严格的政策会不会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不便呢 有网友就说了 自己是省外的 想去河南待一天办事 该怎么办呢 难道来回一趟还要隔离吗 确实 规定一出 在外工作学习的河南市民 难免会多多少少受到影响 比如非疫情地区的外地人去河南出个差 也要背负黄马 坐不了地铁 出租车 住不了酒店 进不去办事的地方 这该怎么办呢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很多人原本的计划都不得不变更 甚至还会出现很多人忙着办理转码流程 拨打各个有关部门电话的情况 这岂不是给防疫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吗 当然了也有网友对这一举措表示支持 他们认为这代表了当地有关部门的严谨 早预防 早发现 早防控 是对的 只有做好了这些 才能真正做到精准防控 网友的讨论 让麦克斯文又想到了那句话 努力用最小的代价 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当抗疫进入到了第三个年头 对于这句话 我们又是否有了新的解读和思考呢